消息人士14号披露 鉴于目前巴以局势 沙特阿拉伯已经暂停 由美国推动的沙裔关系正常化谈判 一名书系谈判进程的消息人士 告诉法新社 沙特已经决定暂停讨论 沙裔之间可能实现的关系正常化 并且已经通知美方官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 协调员科比13号表示 美方继续寻求实现沙裔关系正常化 但显而易见的是 他们都是主权国家 他们自行决定推进的速度条件 以及以多大力度进行这一努力